学习体操第一天 小兰就体会到了人生极苦 拉伸腾的踏 嗷嗷大哭 转头向一旁的老爷求助 老爷也只是半个孙悟空逗他开心 虽然腾的走路都一缺一管 小兰却坚持要学习体操 不为别的 只因为体操冠军中有个人姓蒋 小兰名叫蒋小兰 这个姓是让她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年代 受尽了排挤 常常被小朋友嘲笑辱骂 不管转学多少次 小兰始终是孤身一人 直到有一天 她偶然在杂志上发现 有个体操冠军演姓蒋 小兰的兴趣立马就来了 她小心翼翼地将男人的照片剪下 加进自己的照片集 她想如果自己也能成为体操冠军 小朋友就不会往自己身上扔石子 也不会骂她是大坏蛋 从此以后 小兰经常逃课去看体操队训练 被老爷发现后 还吃了好几顿劲 但听说小兰想学体操 来到了体操队 小兰的父母都被下放到农村改造 老爷担心她以后也会被下放 所以一心想给小兰谋个去处 如果小兰有一技之长 就不用下乡受苦了 这两天给我看看 这还不信 不适合练体操 太阳 没有花花力 老师三言两语就想打发他们走 但老爷却一遍遍恳求 最后老师勉强收下了小兰 可训练却远比想象的苦多了 教练一脚下去 小兰疼得大哭起来 老爷心疼得让她别练了 大不了换个兴趣 但小兰铁了心的要当体操冠军 每天风雨无阻地去训练 可教练认定她不是这块料 不肯认真教她 连带着其他队员也排挤她 小兰只能默默走开 躲在角落独自练习 每当累的受不了时 小兰就会想到远在新疆的爸爸妈妈 或许等到她得了体操冠军 爸爸妈妈就会回来为她庆祝 她就再也不是孤零零一个人 在这样殷切的幻想中 小兰慢慢长大了 青一色的红色训练服中 女孩蓝色的衣服格外眨眼 只因为信奖 女孩就遭到了同龄人的排挤 进门被泼脏水 黑板上写满了乌言慧语 这些小兰早就细为常 她将那些不堪入目的话擦掉 写下三个大大的字讲稍意 这是全国体操冠军的名字 她想让别人知道 不是所有信奖的都是坏蛋 信奖的也可以是受人尊敬的人 怀着这份希望 小兰依然选择了学习体操 但教练觉得她没天赋 同学们也都排斥她 发训练服训练鞋 统统没有她的份 老爷知道孙女想要体操服 便拉着她去体育商店买 但对服是统一发的 外面根本买不到 老爷只好退而求其次 买了一个泳衣 再把家里的裤腿缝上去 一件像模像样的体操服就做好了 可是周围人对她的态度并没有改变 她在房顶上想象着自己多冠 能够扬眉吐气的时刻 老爷看到后却着急地让她下来 生怕她摔到自己 小兰激压已久的委屈终于爆发 而说来也奇怪 自从那次哭过之后 小兰就收到了爸妈的来信 字里行间都是鼓励的字句 当天晚上小兰做了一个梦 她梦到自己拿着油纸伞 从高高的塔楼上一跃而下 然后跟着去新疆的火车飞翔 可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嘲笑声 她低头一看 又是那些排挤自己的同学 小兰从梦中惊醒 她捏手捏脚地跑出门 偷偷上了去新疆的煤车 然而到了下一个站点 小兰就被人发现丢了下来 老爷拄着拐杖来接她回家 小兰知道自己闯了祸 主动拿来戒齿受罚 但老爷没有教训她 而是带着小兰坐上了真正的火车 原来老爷年轻时就是开火车的 她喋喋不休地说着年轻时的事迹 直到小兰渐渐睡过去 老爷用一根红绳 把小兰和自己绑在了一起 生怕孙女半夜再偷跑出去 第二天 老爷又给小兰念了爸妈的信 爸妈让小兰和老爷坚守阵地 等着他们回来 过几天就奖励小兰两个哈密瓜 不久之后 爸妈的承诺果然兑现了 老爷从车站拿回来了两个新疆的哈密瓜 回家窃了好几半 让小兰给邻居们分了 最后还拿了一块最大的 让小兰给教练送去 希望她能好好教小兰 小兰不情愿地提着篮子来到教练家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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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找你 谁呀 你们洗操房的业余 小兰一下子被戳到自尊 气得转身就跑 瓜也不送了 三下五除二直接自己吃掉 自此以后 小兰再也没去过体操队 女孩在巷子里厕手翻 裤子却突然渗出血迹 老爷看出端倪后 赶紧拉着她回家 原来小兰来出巢了 老爷请来邻居缝制卫生棉 又打开卫生手册 把重要的地方打上标记 将书放在孙女枕边 小兰就这样在老爷的呵护下长大 老爷也变得越来越老 而真正让小兰开始害怕的 是邻居姐姐 因为伤红意外去世 就在前几天 小兰还和她在村口聊天 说等到下次 她从下乡的地方调回来 就和男朋友结婚 小兰还记得她边说边吹着口琴 旋律里都藏着少女的袭击 可是如今 漂亮的邻居姐姐 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孤零零地躺在中间 小兰第一次直面死亡的冷酷 心里止不住地害怕 当晚做了一个噩梦 惊醒后 她来到老爷身边 悄悄试探她的鼻息 她害怕老爷 也会像邻居姐姐一样 在某一天离开自己 老爷 你可怕死 不怕 干什么干 在明白死亡的一瞬间 小兰好像长大了 再也不是从前 没心没肺的小孩了 她惊讶地发现老爷变老了 有时候连站立都困难 以前是老爷做饭给小兰吃 现在是小兰喂饭给老爷 老爷最喜欢的兰花死了 小兰就有毛笔在墙上 画上兰花的形状 小兰开始学着做饭 学着看护老爷 给他洗澡 临睡前还要给他按摩 常常累得躺在椅子上 就睡着了 因为长大而分床睡的小兰 又像小时候一样 躺在了老爷的身侧 越想越难过的他 捂着嘴哭了出来 而老爷却拍了拍他的肩 像小时候一样 学孙悟空逗他开心 这个难熬的冬天终于过去了 开春这天小兰收到了父母的来信 信上说他们很快就要回来了 信上还说 这是十年来他们寄回家的第一封信 小兰有些疑惑 她从墓河里取出从前的信件对比 发现这一封和之前的信字迹不一样 她终于明白了 以前的信都是老爷带写的 为的就是鼓励自己 就连那两个哈密瓜 都是老爷托人从新疆带回来的 小兰变得无比珍惜和老爷生活的日子 虽然不再去体操队 但她仍然会在院子的单杠上翻跟头 变着花样的逗老爷开心 老爷听着小兰的笑声 怀里抱着小兰的布娃娃 终于沉沉地睡去了 送别那天 小兰将老爷的勋章 一个个别在她的胸前 向她坦白了两件事 一是给教练的哈密瓜 她没给送到 二是老爷喜欢的兰花 是自己弄死的 因为听老爷说 卖乳精有营养 小兰就都交给兰花了 你可能原谅我 我以后可能在老田航 见到你楼呀